当我带上这位党会 我知道 我属于谁 为了谁 我属于谁 我是一个别人 爱是老别人 学名将军 我叫范克平 我今年94 我是1946年 禅庸 1947年入党 我叫袁振红 1944年出生 1962年到部队上 1968年到公安局 1971年出生 在党已经50多年了 我叫胡凤湘 78岁 我是1964年参加工作的 原来在武装部当干事 1973年到5月入党的 党领今年就正50年 我是73年 五月不好路的党 到现在已经真正50年了 我呢 成为我叫智昇公 今年76周 周 我是72年的党人 在组织 在党内 度过了人生的omat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我当时入当的时候 当时不公开 当年还是秘密的 我的班长 排长 把我带到野地里头 问我今天要打仗 你怕不怕 我不怕 尽量讨厌一下 就是天脑的标 就入党 71年那时候入党的时候 我就不断下来到刑警队 我们搞案子那时候很艰苦 就是一个自行车 我记得我和那同事 骑上自行车到文水查材料 那时候路都是石子路 当天还要赶回来 因为工作积极踏实 所以培养入党 入党就不要自己考虑 投资们和组织上 这个投资 工作人员和投资 对党共产 自不去讨论 培养神势接班人 我写过很多次呢 入党神势 写了无数次 因为就是我当初 其实不太好 但是自己严重心 就一定要加入 共产党 因为我还有一大股 干燃的心 所以我就 不管有多少次 心和不心 我都没有重要过一致 入党以后 特别的兴奋 当时会要流流漫遍了 这些非常非常的绝尽 我申请入党 那是很长时间了 就在武装部的时候 六十年 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到了 七三年 五月份的一天下午 封军 主持全体党员 开会 是讨论我入党问题 和我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几十年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我是弟弟到达老三届 六六年高三毕业 在太原武中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把高中课程都学完了 六九年的九月参加工作 到了太原化肥肠 在七六年时候 把安家相待了半年 感到不管是工人农民 非常春苦 处得非常印象 七七年去的公安区 先后在御审处 八日处 到最后到接待处 可以的行 年轻人 年轻人都有 自费又文化 与我们的外交流 希望能够 继承发扬 我们党的老爷们 有关系 教育好兄弟 家庭 资女 教育好兄弟 教育好兄弟 一定要听党 又 往跟道 中 感觉到我们党 领导中国人民 由 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 这几个阶段 我们都经历了 党给我们指明了的 每一个阶段的前进方向 尤其是现在 我们在新时代 确实感觉到了 有幸福感 获得感 很安全感 一心听党的话 跟党走 全心全意为民意 服务 把老百姓的事情 放在地位 或者控制工作高 就是干好 控制工作的同时 一定要有些业务 至少 一党为公 经常用 阻挡时候的事情 来暂时 考虑自己 再一个就是 要处处的 一生作者 不要的贪图 消便宜 这样子才能够 更好的 被认为服务 这事证明我们 当时 为大的光 争取的 做互产 能当 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在的年轻人 都用力向 淡淡的 弄臭酷 就是自己 在于奋斗 所以 实际在 今后 把我们 各项工作 都要 高得 整整日上 跟我们的工作 都要 一年比一年强 虽然我闹了 但是我要 活到了 学到了 把自己的烂年生 活得 应得了 真是不忘初心 就是把握自己 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 能不能很好地 把握好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回家会 更富强 人民生活的 这幸福感 我想应该 像芝麻开花 把握自己 搞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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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云 非 亡 天 我最以为人家的共产党 党的党 对着共产党的党 能以本人用 庄严俱 严重党的纪律 防守党的命运 对党忠诚 今时以后 曙光出现 百年 过去我们奔跑不去 因为我们是 共产党员 实行中国梦 复兴路上 永远勇往直前 直前 永远勇往直前 直前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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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我 更 靠近 靠近